所以慈亦云和什么叫做三界唯心所造呢 他说一切法皆从兴起妄念而生 谈到了一切法就是一切禁哪 你遇到的一切禁都是你自己过去生 遇到禁缘你做的善行现在有善果 遇到染缘造的恶行现在结恶果 把这个起心动念给他淡化掉了 就了分断生死初步的生死了了分断生死 再也不再三界六道轮回了 你会再来因为还有变异生死没了 可是再来是趁愿而来 再来因为有说命通 所以即便遇到再艰巨的一个环境 你心如如不动 那些大德者都有这个能耐 你要具备这样的能耐不就是现在按部就班去做吗 所以人不要好高勿勇 不要这一碗饭没吃完就想到下一碗饭 把这一碗饭吃得干干净净 一里把它弄得清清楚楚 最重要不要跟着邪说走 道场难道没有邪说吗 有啊 因为我们前人很辛苦啊 各地方的讯息都会到他那里 他真的压得很重啊 积压太久 连缘佛堂是进到王经理那边 他整个曝光他领导 你各地的点传师不要报告吗 前人又很平和 老老少少都可以跟他热线相通 他都不会拒绝你 很多的事情他都知道 有一些事情他可以说 有一些事情他不能说 所以上位者真的很难为啊 这就是你成就的一个最大的本钱啊 带了这么多的财狼虎豹 要把它塑造成所谓的凤凰啊 麒麟啊 你塑造出来一个就是你的本事啊 就是如此嘛 那这样的一个领导地位 各位前嫌 你我未来生要去面对的 你出家也要面对 你要学会做一个地方的领导 你要做领导 但凡一个佛堂的道物会兴盛 绝对跟你领导的心量有直接的关系 我察觉出来了 那个心量狭小的有没有 那个道物一定萎缩 除了观念以外就是心量 他一定萎缩 我在别的主线看到 我也在宝光组星看到 不见得是宝光组星萎缩啦 一些地方上一些的道物就开始萎缩 所以老话一句 国家兴亡匹肤有责 我们不把责任推到领导者身上 我们会问 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正面的能量 去衬托这个地方 所以大家聚在一起 再呼吁一句 闲话少说 戒律不清 先佛不护 一开始不就跟各位前前分享这一段话了吗 所以一切法都是动得忘念而有 所以一切分别及分别之心 我们看这一句话 我们就想到阿赖耶的三系相 从一念不觉有了无名夜相 依着什么 依着无名心所起的一念不觉 起念了 在本来清净 千诚不染的当中 就有了什么 有了一个动念 依着这个动念 他就有了 里面有个能见的我 然后依着这个能见 对于相对的就立了一个境界相 这三系相都依着哪里出来 都依着无名妄想心出来 所以能取的是你的心 是你 所取的也是你心所变现的境界 自心取自心啊 而不自觉 这是人觉得人很好玩的一个地方 我们以为你摊了很多东西 其实到最头最终过来 无一物啊 那为什么自心取自心 自心取自心也叫做分别自心 怎么讲 他有分能见相 还有境界相 一个在内能见是在内 境界是相对于外的 当然三系相里面的境界相 是在阿赖耶里面 并不是实际上有外境给我们 那是第七世以后的事情 你那个分别都是自心啊 你的妄想心变现出不同的东西来 你在那边起分别 所以小时候的时候 孩子常讲一句话 你骂人骂自己 记不记得 我骂不过别人 我们就 你骂人骂自己 确确实实 你骂人就是骂自己 因为一切的镜 都是你的心变现出来 那心不见心 无相可得 何谓心不见心 我们有眼睛 但是你看得到你自己吗 你是照着镜子 对着镜子 看镜子里面的相啊 你看得到你的脑后勺吗 所以我们剪头发完毕 美容师会拿个镜子在后面 前面一个后面一个 看看后面的发型剪得好不好 如果没有那个镜 那你看到的也不是你啊 你看到镜子里面 所现的那个像啊 我们有眼睛 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 心不见心就如同 眼不能见字眼的意思 所以他不知道自己在分别 那如果我们 离开了这个妄想心 当我们有妄想心的时候 心 妄想心出来了 心不见心 第二个心 就是你见不到你的真如心 所以第一个心是妄想心 妄想心起来 真如就隐灭了 隐而不显嘛 第二个心是真心的意思啊 如果我们把妄想心拿掉呢 无相可得 一旦达本还原的时候 把那个见阿赖爷的见分相分 去化掉 也把一品身相无名去掉了 没有能跟所 你何来对待 就是唯一的亲近心而已 亲近心有像吗 没有啊 亲近心就是代表我们的 亲近法身的意思 他无相可看 他有像 他就不能够遍布六合啊 所以我们妄想越少 我们真如抬头做主的机会 才越多 天天打妄想 那个真如就离我们越来越远 谢谢大家